中国从汉长明帝时候 佛法传到中国 汉明帝永平十年 公元六十七年 佛这些方法 理念方法 中国接受了 所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 也走开我的路子 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 儒家能够到佛法菩萨这个阶级 到不了佛 就是他不够彻底 佛最用做的彻底 方董伟先生当年教给我 他不是讲宗教 他讲哲学 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大雀大乎 民心兼心 讲哲学可不可以 你跟汤恩比特说 在古时候 哲学跟宗教是化灯号的 特别是佛教 你说的是哲学 对 你说的是宗教 也对 汤恩比说到 文明 是从宗教里头延伸的 文明就是文化 是从宗教里头 产生的 没有宗教 就没有文明 所以宗教是文明之母 所以他也在强调 宗教是人类的必须 没有宗教 那个文明 就不长久 就会消失 他的研究 世界上 这五千年来 出现过 二十多种文明 有很多都灭掉了 消灭掉了 历史上还有记载 但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西方新兴的 科技文明 科技能不能长久 不能长久 科技发展到最后 会把整个世界 消灭掉了 它是负面的 它不是真面的 也就是 它是技术能力 它没有智慧 是知识 不是智慧 知识跟智慧 是两种事情 智慧是自信里本有的 有智慧 一定有智识 有智识 不一定有智慧 这是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这基本概念非常重要 我们有没有把路走错了 了解 要认识清楚 这些地方 所以老师非常重要 尤其是初学的这位老师 先入为主 它太重要了 最尤其宗教两个字 定义 什么叫宗教 现在是宗教跟迷信化等候了 冤枉了 世间最大的冤枉 没有比这更大了 你把宗跟教 你在字典上查查看 咱们现在有个文字学班 宗是什么意思 教是什么意思 把宗教两个字合起来 那宗 它有主要的 重要的 尊崇 这三个重要的意思 教也是 教育 教学 教化 那宗跟教两个字合起来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崇的教化 这可得了 这对谁的 对一切众生的 一切众生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育 尊崇的教化 尊重 崇高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在当年 那时候我26岁 认识方老师的 在 是宇宙的神 创造宇宙的神 那佛教的神经 大大小小到处都是 多神教 你瞧不起来 没有想到 把佛教看错了 佛教是教育 那宇宙的城市这么多的 什么佛 菩萨 罗汉 天神 那是他的表 是教学的工具 也就是 佛教是最早 把教育跟艺术 混合在一起 让他的教学 非常生动活泼 全是表发的 通常 大家最容易看到的 道常供的是 一佛念菩萨 那是最常看到的 西方三生 这个阿弥陀佛 两面是观世音的大师之 他代表 代表他的教学 佛是代表体 体 是没有形象的 从体其用 这就有象了 用 不管用有多 多么多 多么大 总是不外乎两大类 一个是爱 一个是智 有智慧 有爱心 智慧跟爱心 都是变于周的 那么西方三生 观世音菩萨 表爱 表慈悲 大师之菩萨 要表智 如果只有爱没有智 这个爱就变智了 就变成情智了 那就错了 有智没有爱也不行 那不同人情 所以必须 这两个要偏心 这两个要偏心 要画灯后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的教学 这他做多好多美呀 每一尊佛 佛号 菩萨跟菩萨名号 都代表着教学的意义 摄加牟尼 在我们这个世界 在这一个阶段 他教学的宗旨 就是名号 名号就是他教学的宗旨 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混乱 缺乏的是什么呢 没有爱心 自私自利 所以他用这个教学的宗旨 摄加 翻成中国意思 能忍 就是儒家讲的 忍 忍爱 推及戒忍 想到自己 就想到别人 这是释迦的意思 释迦是忍的意思 摩尼呢 摩尼是亲近的意思 虽心不亲近 心里面胡思乱想 亲近是自受用 仁慈是对别人 对外面 所有一切万法 这是教育的宗旨 你能说他密信吗 你说 释迦牟尼佛都冤枉 我们设定冤枉 有什么了不起 他设定冤枉 比我们大太多了 这么样一个好人 被人家冤枉到这种程度 阿 尼 佛 佛 阿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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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阿尼 佛